大家好我是魔力姐姐那么魔力姐姐已经换了一个拍摄场所了 这里是魔力二哥生活的地方 原来呢魔力二哥在这个位置呢给你们拍摄视频 今天呢是魔力姐姐在这个地方 来到魔力二哥家特别好啊 玩具特别多特别多 而且魔力二哥还买了新款的魔幻车身玩具 今天呢我再让你们看一看魔力二哥给我吧 魔力二哥呢还成为了我的助手 看这一个 两个 三个这个第三个这个圆盘炮龙呢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 那么这两款呢也是最近这个剧场版的魔幻车神中出来的新的两款 那么我给起的名字是一个叫火神鬼怪 一个叫飞翔车神 名字呢都被我起的也不怎么好听啊 那么我们今天要看这个火神鬼怪 这个就是火神鬼怪的包装 你们可以看这个包装上面除了邦达以外 还有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具体叫什么名字呢 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鬼怪就长的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看一看啊 火神鬼怪呢我已经从包装里拿出来了 你们看这个火神鬼怪长得是不是挺可爱的呀 红红的眼睛这个头发还是毛呢都特别的有意思啊 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是他的爪子吗还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的属性属性是什么呢 一会儿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看神斗卡啊 第一张神斗卡我们看看一般韩国的神斗卡 都有一张是贴着这个贴纸的贴纸呢 我们来拿下来看一下 哇这个是圆盘炮龙的神斗卡 圆盘炮龙呢也是黑魔镜属性的 所以呢黑魔镜这个分数呢非常高非常高啊 那么第二张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我没有见过耶 这个可能是剧场版出来的吧 是星红渊属性的40分 以后等出来以后呢我们再介绍这个 这个具体叫什么呢以后呢我再想一想 最后一个会不会是他专有属性的 哇果然是 你们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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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分80分呢 哇这个黑魔镜属性80分的火神鬼怪 相当的厉害相当的厉害 哎呀了不得呀 那我们看看这个属性 我们拿下来看看是不是黑魔镜属性啊 剧场版到底讲的是什么内容啊 我也很好奇 不过现在在电影院放用中我们还不能看 哦果然是黑魔镜属性 太霸气了 太帅太帅了啊 那么这个红色是什么呢 红色就是类似圆盘炮龙那个圆盘一样 它变形的时候这个会发射出来 这是火焰 所以它叫火神鬼怪 我们先把它放进去啊 看看怎么放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空间 我们将这个火焰呢 竖过来啊这样的然后放进去 然后合上这个两边 最后盖住我们的盖子 OK啦完成 哦你们看这个外表是不是和我们的叮叮叮 和我们的奇鬼巫师特别像特别像啊 哦果然是啊 非常像 好像是一模一样的 只有颜色是不是不一样啊 但是它的颜色呢 看已经喷射出来了 这个瞬间我们再看一下 来进去进去 再来一次啊 一二三 魔幻车神 车动 咻 又喷射出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火神鬼怪呢 我要找来魔力大哥 还有魔力二哥 跟我一起玩魔幻车神的对决比赛 大家好 我是魔力姐姐 我是魔力大哥 我是魔力阿哥 魔力大哥和魔力二哥 这个发音都不错啊 汉语发音都不错 那么今天我们三个人要进行 魔幻车神的对决比赛 今天是魔力大哥和裁判 裁判 我和魔力二哥 我们两个人要对决 对决 以前呢我和魔力大哥玩的时候 经常是魔力大哥输啊 我赢了 你什么时候赢了 魔力大哥经常输 他是笨蛋 那么今天我和魔力二哥我们对决 看看我厉害还是魔力二哥厉害 厉害 魔力二哥呢不太会说汉语 哈哈哈 大家好 魔力二哥呢就是大家好 你好 谢谢 和魔力 魔力二哥再见 下期见吧 就就会 魔力二哥呢就会说那么简单的 魔力二哥呢一会可以跟我说韩语 然后呢我可以给你们发言出来 那么你们看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魔力大哥是裁判 说的人就要被魔力大哥打 这样的 那么 м 这个里面有一个刚才我们新介绍的火神鬼怪 我和 perception 魔力二哥石头锦刀布 谁赢的话可以选择这个 石头锦刀布 不! 摩利二哥没有发音了 突然说不! 开开不! 哦! 不! 不! 哦! 你看看我呢 永远比摩利大哥和摩利二哥都要厉害啊 那么这个呢是我的了 那么这个呢 那好吧你选吧 黄鸡 摩利二哥呢选择了魔蛙车身 魔蛙车身 我们可以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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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紫色的威甲车身 哇怎么是紫色的呀 嗯紫色的威甲车身 Andromagician 这个是奇鬼巫师 然后我选择 它叫 飞天马 飞天马 最后剩一个毒孽蛇王 毒孽蛇王 那么 这个我们每个人是三张卡片啊 那么 摩利二哥们就要哈西哟 你先来吧 三个 三个 你疯了 你是不是疯了 你是不是疯了 吓我一跳 那我也选择三个 神斗卡 那我们列阵神斗卡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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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完了 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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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吧 一起 一二三 go 她说我犯规了 没有关系 莫莫莉姐姐经常犯规 那么 我的这个 什么什么 叫什么 叫什么来着 黑色的 黑色的 黑色的你看看 三十分 莫莉姐姐 三十分 莫莉 二个是 红色的 红色的是二十分 二十分 他输了 三十分 二十分 他输了 所以他 我输了 没事吧 第二轮 第二次 第二次 烈阵 神 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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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 威甲车神 威甲车神 对 七鬼无尸 七鬼无尸 那为什么我每次变形都不成功呢 来 一二三 go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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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哼 哼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变形成功 都没有变形成功 为什么 那我们就第三个 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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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飞天马 莫莉二个用毒念尸王 嗯 叮 那我们 一二三 go 成功了 啊 莫莉 好吧 没事 第一次呢我犯规了 这一次呢莫莉二个犯规的话 我们就拼了啊 莫莉姐姐是红色的 红色的是二十分 二十分 二十分 他应该是音乐 他是哦 他也是红色的是二十分 二十分 拼了 拼了怎么办 啊 拼了的话吧 拼了的话 摩莉大哥 哈哈哈哈哈哈 评论的结果就是 莫莉大哥被打 哈哈哈哈哈哈 开心吗 开心 高兴吗 好玩吗 有意思吗 没有意思 哈哈哈哈 那么今天 我和莫莉大哥 嗯莫莉大哥 莫莉二哥 这个对决比赛 就到这里了 哦 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 新魔力玩具学校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